一天兩月三日 愛得到底有寂寞 陸元祺小11歲秦郎竟有正攻快展姐弟戀 喔 小七姐在線上 最近很紅的陸元祺小七姐 唉 最近會那麼紅 也是你MAX女圓中的功勞啊 48歲陸元祺2016年和雲二人離婚後 13日被《建州刊》報導 從去年開始和小11歲的電燒新貴女圓中交往 並指南方已開口求婚 陸元祺後來坦承新戀情 離婚到18日就有自稱正牌女友的41歲林小姐向蘋果爆料 和李圓中從2014年10月交往到現在 唉 意思是小七姐當了小三 正攻林小姐說 去年5月還為了李圓中和在一起21年的丈夫離婚 之後兩人便同居 我一直不敢相信她劈腿 只叫陸元祺而自發文 更告訴李圓中騙了陸元祺跟我 騙陸元祺說我們10月就分手 分手還會同居嗎 她強調初七到初三都和南方度過 似乎已被認定是旅家媳婦 林小姐表示曾和陸元祺對職 沒想到陸對她說 這個男的非常疼愛我的小孩 我們已經交往4個多月了 唉 林小姐聽到這番話後就崩潰了 17日歌旅說會報復 不要南方進落話 你敢動我 我會先動你兒子 林小姐甚至想從住處18樓跳樓 還好被和前夫生的18歲兒子救回 我講說內幕只有兩個目的 一是她根本是渣男負心漢 二是她根本不是億萬富翁 還負債2000多萬 衝破外界報導的語言中 賣掉15年前創意的日本代購網站後 身家有上億元的強溫 其實18日中午 李圓中就到林女公司談判4小時 下午3點半 林小姐表示 彼此大聲歇意並互相原諒 還哽咽拜託請不要傷害她 傍晚評估也直擊一聲hater的語言中 談判完後跑進附近的三窗裡 感情走不下去也可以不用做醜人 陸聯奇後來回應 跟Max已恢復工作關係 表示北林小姐騷擾多天 雖然確定Max10月就提分手也沒劈退 男友被前女友情緒勒索 我不可能還跟你在一起 讓生活這麼混亂 而南方也尊重她提分手的決定 結束這段強壯二到先不分手 不過五天時間的解憋戀 娛樂當新聞分手快樂 報導